五分鐘內認識日本歌姬No.1 山口白衛 我是廢茶X 雙性戀 山口白衛出生在1959年1月17日 60歲 她是日本的東京都人 她的老公是日本著名的演員三朋友 作為日本的No.1歌姬 對於她的認識也是她退役後來的現在 在1974年 白衛小姐初次主演電影《伊豆的舞女》 故事是講一位孤兒出生 只有20歲的東京高中生 三浦友和飾演的高中生 川島去這個伊豆的旅行 遇上樓落藝人宗裏 其中一位少女的母娘 山口白衛飾演的婚 她們在短暫的相處 但是又得到互相的寬慰 最後分袖繼續飄迫邁的生活 而川島就回歸自己的生活 而雖然是一場短暫的相聚 但是有一段沒有結果的情感 而且可以從身體體會到 和人親近之間那種互相信任 可以互相依賴那種很珍貴的情感 1975年 白衛小姐主演電影《潮蘇》 她是趕述三重縣 鳥宇市的歌島 有一位很窮的漁夫 三浦友和飾演的九寶新智 去出海打完雨回來 旁邊就發現了一位陌生的女孩 後來又得知她是歌島富商 宮田照吉 寄養在外地的女 山口白衛飾演的宮田初江 那位富家子弟就很喜歡初江 但是初江又喜歡新智 所以另一個人物千代子的母親 就去宮田家去趕述 希望趙吉就同意這一門的親事 並且對新智這個人讚不住口 她說 男人是需要有魄力的 門帝和財產都是其次 於是新智和初江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還記得有一部分是 身後發威說 你脫下我才會脫下 在室內裡 如果你們有看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還有一點想說的就是 你如果去找其他人去直接跟 他爸爸去說 希望同意親事是很難的 通常找一個外人的 不認識的 由外人去看到這個男生幾好 真的好 真的好 這樣去跟女兒的爸爸這樣說 通常這些情況下 這樣才會比較大機會去 說頭的 中年是小編最深刻的一套劇 白衛小姐和三浦友和拍電視劇 赤的疑惑 是港山口白衛飾演的天真又善良的大島恆子 在父親的研究室 不幸地受到心化輻射 患上了血癌 白血病 男朋友三浦友和飾演的上良光夫 他的血型跟大島恆子竟然是一樣 我記得好像是AB腐什麼 即是極少人才有的 但是光夫就是大島恆子的同腐而母的兄妹 這次就演出了一幕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一定要看這一套 打死也要看 不能說 中年白衛小姐主演電影《絕唱》 三浦友和飾演的順吉出生在一個很大富商的家 順吉愛上了首隆人的女兒生口白衛飾演的小說 順吉的階級身份相差很遠 順吉和小雪就私奔 順吉就因為精兵要上戰爭 小雪就不幸幻想這套肺基合併 所以就世世了 最後我是廢查X雙性戀 每個星期只會出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就可以按下方的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去得到最新的資訊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